不要犯的错误,以证人君子之字,劝封尘女子从凉 鲁迅说,男人的两大爱好是拉良家妇女下水,劝封尘女子从凉 出入组场,我跟每一位技师都从哪里人多大了,展开对话 苦口婆心告知现在工作机会多,可以试试其他行业来结束对话 看着身前年轻技师身材绞好,职业气息浓厚,糊涂的温软气息钻进耳朵里 尤其敷面膜的时候,你闭着眼睛也能感受到大山的压迫 脑海里便莫名响起一句广告,为什么要爬山,山就在那里 便越发感到惋惜,萌生劝济从善的念头 是什么让这么好看的小姐姐甘愿扶手捧起我的臭鸟鸭子 如同想到各种视频里好看的小仙女也要拉屎便感到难过一样 每每如此,心中的惋惜就非得表达一番,亲本家人奈何如此 答案出乎意料的雷同,父亲赌博,母亲生病,弟弟上学 这个行业苦点累点,收入还行,聊得多了就明白了 如果做不到感同身受,也没有办法了解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唯一能做的,也就是家中,毕竟离开了贫穷,她会得到B钱